会员冲不起 而使完结文更具性价比 今天的主角一就是柳如烟 汉刘家贝把如烟 请提前脸好外发 正文开始了 我的未婚妻在订婚第二天 就跟别人跑了 她把我当成刺激白月光的工具人 我把她看作我最爱的提神 直到早已葬身火海的初恋 再次出现 她回来了 我再也不用对着那张跟她相似的脸 自欺欺人了 可未婚妻却再次出现 哭着说最爱的人是我 订婚第二天 我的未婚妻就跟人跑了 原本得知那个男人去了美国 我还曾暗自庆幸 以为这下柳如烟 总算能安稳留在我身边了 但我没想到 订婚宴进行到一半时 一束黄玫瑰送到了柳如烟手中 她只是轻轻扫一眼小卡片 手就抖了 钻戒掉在地台上 滚出老远 在场的朋友 都以为是我为柳如烟准备的惊喜 纷纷起哄 可黄玫瑰的花语 是分手和离别 柳如烟弯身捡钻戒的时候 我看清了那卡片上的字迹 柳如烟 拖着行李箱的手 柳如烟深深望我一眼 目光冰凉 抱歉 我打 你知道我爱的是谁 也别忘了 你当初说过的话 是的 我没忘 我说过 我不会介意他心里爱着谁 也不会干涉他为伊藤诚做任何事 我将永远对他好 而不求回报 而他同意我这样陪在他身边 已经是额外的恩子 可是 我们已经订婚了 我仍不敢 只是一个仪式而已 就当陪我过了个生日吧 不过 我还是要谢谢 要不是这个仪式 伊藤诚也不会向我伸出手 他走得很干脆 甚至连背影都显得迫不及待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 心里再次空了一块 柳如烟走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的那张脸了 那张跟我的幼楚 有着六七分相似的脸 我出生三天 就被送进了孤儿院 因为从小瘦弱 性格也有些孤僻 在孤儿院 没少被那些大孩子欺负 唯一的玩伴 是个叫沈幼楚的孤女 她曾有个妹妹 很久以前就被人领养走了 再也没见 我们一起长大 互相取暖 后来考入同一所大学 的订婚一时 可就在我跟老院长 说起过往感慨万千的时候 幼楚在厨房 跟厨娘们 一起为孩子们 制作小点心 无慎其火 厨房在后院的旧楼上 没人知道 那火是怎么燃起来的 等发现时 已经是硝烟滚滚 楼塌时段 几十年的就建筑不堪一击 在大火中七零八落 连楼道门都找不到 消防员赶到时 里面痛苦的嘶喊声 已经减弱 我发疯似的喊着幼楚 想要冲进去 却被几位老师死死按住 那场大火烧了近一个小时 消防员就出了 四个一息上存的人 火速抬上救护车 被救的人中 没有沈幼楚 而剩下的是 几具浑身焦黑 面目全非的尸首 黏在一起的骨骼 都已经变了形 完全无从辨远 我不愿相信 我的幼楚 已经变成一堆骸鬼 直到看到 地上有一串金项链 那是我用工作后的 第一笔工资 买给她的生日礼物 她死了 死在我们准备 订婚的半个月前 只是严重变形的几具尸体 也很难分开 于是老院长做主 将他们一同安葬在后山 我就这样失去了我的幼楚 生命中唯一的两光 熄灭了 除了那串项链 她在这个世上的一切印记 都消失无功 好像她从来没有来过 痛失所爱后 我罹患抑郁症 行走在水深火热中 整日所想 都是怎么避开朋友的关切 彻底结束自己的生命 后来我割腕自杀 被发现时已经一时魔火 送到医院勉强救了回来 却如行尸走肉般 一丝生气 而柳如烟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我面前 她跟我的幼楚 长得实在太像了 几乎如姐妹一般 那天 她本是去医院 照顾生病的伊藤成了 但伊藤成并不领情 冷言冷面相对 甚至把她当保姆一样使唤 我看着柳如烟奔波劳累 仿佛看到我的幼楚 被人这样以止气势地吩咐着 心疼不已 从那天起 我将柳如烟捧到了新家上 呵护被指 伊藤成也第一次意识到 她忽冷忽热对待的柳如烟 是别人眼中的珍宝 我仿佛成了柳如烟 和伊藤成之间拉扯的奇迹 为了引起伊藤成的注意 激起她心底为数不多的醋意 柳如烟从不隐瞒我对她的好 却也从不肯承认 我追求者以外的身份 我不在意 只要能日日看到那张脸 就够了 就算她时常会在电影看到一半 转身离开去照料喝醉的伊藤成 就算她会丢下 正在吹生日蜡烛的我 只因为伊藤成说 想见她一面 甚至有好几次 我亲自开车 把她送到了伊藤成身边 我不在意她心有他数 不在意身边的人嘲讽我是个田狗 是个绿帽王 只要能让我日日看到那张脸 即便只有六分相像 也足以让我睡个没有噩梦的短觉 再后来 日子久了 好像也生了几分真情 柳如烟有时会愣愣地靠在我怀里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但会因为我落在她额头的吻 而唇角微钩 而我也时常搂着柳如烟 看着她眼角下那颗红痣 偶尔没有在心里 念起幼楚的名字 幼楚的眼角银白光洁 是没有红痣的 柳如烟 永远在我身边吧 说这话时 我仿佛是真心的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柳如烟时常疑惑 却又自问自答 你又要说 因为爱我 对吧 可是你为什么爱我 你看我的时候 眼神那么遥远 像是在透过 看着别人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爱一个人的 博达 你该不会把我当场 柳如烟没有说下去 她笑了笑 似乎也觉得自己想象力太过丰富 我抚摸着柳如烟黑亮的发丝 闭上眼睛 不再去看那颗突兀的红痣 或许是当初看到你的第一眼 就觉得人生都亮了 我没说谎 此生醒时梦时 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幼楚了 我想一直这样守在柳如烟身边 用心呵护她的脸核心 就这么爱下去 可是柳如烟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 即便她跟我订了婚 却还是一走了之 后来我终于知道 那场订婚宴 并不是柳如烟给我的订心丸 不过是她给伊藤成的催泪蛋而已 柳如烟的父母 在她18岁 那年就去世 伊藤成是她的邻居 也是她的青梅竹马 情之所终 爱而不得 她早已习惯了柳如烟的殷勤和深爱 她置身其中 尽情享用 理所当然 不拒绝 也不给承诺 伊藤成从来没想过 柳如烟会跟我订婚 在亲友的见证下 成为我的未婚妻 或许是出于不甘和挫败 或许是有那么一点爱 她终于肯给柳如烟一个承诺 大概这才是柳如烟 愿意跟我订婚的原因吧 罪翁之意 不过是逼她一把 我不怪柳如烟 至少她没骗我 至少她很坦诚 她不爱我 我是个混蛋 既辜负了幼楚 又欺骗了柳如烟 我只能加倍对柳如烟好 百依百顺 一致千金 白弥补我将她当成替身的愧疚 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留下了那枚始终没带过的钻戒 我曾送给她许多珠宝首饰 她都欣然接受 除了戒指 起初我只以为是对款式 品牌 质地 甚至是客重不满的缘故 可相处五年 我前后挑选了近十枚戒 却无疑送了出去 直到订婚那天 她看着戒指黯然失神 戒指是有特殊意义的信物 我才恍然 她不是不喜欢戒指 只是不喜欢我送门而已 现在一腾成会给她买办 可我不信 一腾成会像我一样 用心扮演着爱她的角色 她总会回来的 狼谈类 我收起钻戒 怅然若失 我再次陷入了 靠安定入睡的日子 各种精神类的药物 塞满了抽屉 梦里再次燃起了大火 看不清是幼楚还是柳如烟 决然躲进火海中 转头跟我说 再见 我和我的软弱逃避 和自我欺骗 可柳如烟的脸 仿佛成了我的执念 柳烟 我会等你回来 我躲在医院的走廊上 低头编辑信息 刚转过拐角 就跟什么人撞在了一起 手机趴得摔在地上 信息刚发出去 就黑了屏 心中火起 我皱眉抬头 刚要发作 看清眼前这张脸时 脑中轰隆一声 像有炸雷皮下 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我的幼楚 五年前葬身火海 与我生死两个的幼楚 竟这么活生生地 出现在我面前 可幼楚的眼中 却没有丝毫惊喜 她先是吓了一跳 随后便连连道歉 替我捡起手机 并表示愿意配偿 我涌动的情绪 一点点冷静下来 一颗心再次沉到了谷底 幼楚已经死了 眼前这位 压根不认识我 说话的声音 也并不相似 我黯然摇头 表示没事 唇角勉强勾起 一丝礼貌的弧度 可我的目光 却像是被定在了 她的脸上 久久无法一开 这世上怎么会有 如此相像的人 除了她又夹上 一道隐晦的疤痕 其他地方 简直跟幼楚一模一样 但我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这世上不会有 第二个幼楚 我也不能混蛋到 再找个替身 重复过去 这五年的荒唐 我失魂落魄地 转身离开 却隐约听见她身边 那个女生笑道 听完 你看刚才那个人 看你都看呆了 不愧是我的女神 听完 她叫听完 她就是我的幼楚 再怎么巧合 也不会连容貌和性能 都一样的 可她为什么装作 不认识我的样子 她究竟是怎样 从那场大火中 死里逃生的 这些年 她去了哪里 我心中有一千个疑问 猴肩却像是 哽着一颗亲信般 酸楚难言 就连幼楚两个字 都喊不出来 他们并未走远 只不过我眼中水气弥漫 几乎看不清她的声音 下意识地往前追了几步 又听见她跟朋友的对话 说来奇怪 我总觉得那个人 有些眼熟呢 可能是以前 没失忆的时候 遇见过吧 哎 走吧 哪要去 最近我睡眠都很差 声音渐渐远了 我浑身像是被冰雪 冻住了一样 动弹不得 又处她失忆了 是当年那场 大火受伤的后遗症吗 所以她才消失 才会渐变不时 我没有办法想象 孤身一人的她 是怎么撑过来的 看着她 比从前轻受许多的背影 我顿住了想要追上去的步子 或许分开的这五年 她身边也早有另一位了 我想 我应该把所有的情况 都搞清楚 再决定要做什么 通过一位熟识的医生 我见到了幼楚的主治医师 陈主任 陈主任是精神心理科的 已经为幼楚 进行了三年的康复治疗 据她回忆 当初沈幼楚 是因为高空坠落 头部受伤而入院 并且身上 有比较严重的烧伤 呼吸道也被熔烟损害 手术过后 性命是保住了 但是由于头部遭受重创 再加上先前经历了 极度的惊恐 导致失忆 只能通过身份证 确认自己的名字 同时还患上了焦虑症 抑郁症 备受折磨 这些年来 在陈医生的悉心治疗下 她的这些症状已经减轻 只是记忆始终没能恢复 好在身体痊愈过后 她在本事安顿下来 就职于一家公司 生活还算安稳 而她所就职的公司 竟然是我一位好友 张灵临下的产业 这位好友是在合作中认识的 跟我一见如故 三观契合 只不过认识的时候 我已经成了柳如烟的田狗 张灵虽然对我的无端卑微不解 但从不智慧 更不曾嘲讽 但现在 见我突然跟她打听沈幼楚 却陡然变色 博达 我知道你对柳如烟感情很深 也知道她这么一走了之你 很难接受 虽然沈幼楚长得跟柳如烟很像 但你要是拿无辜女孩 玩什么替身文学 别怪我消你 我沉默片刻 音色低了几分 不是沈幼楚 长得像柳如烟 是柳如烟 长得像沈幼楚 我的确是个混蛋 把柳如烟 当成了幼楚的影子 但我也算受到教训了 张灵愣了 到晚 张灵陪我喝了两瓶洋酒 听我讲完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往事 后来我喝醉了 柠檬之余 我好像听见张灵说 混蛋 等着 我去帮你问 张灵并没有让我等太久 很快 他就把沈幼楚 单身五年的消息 带给了我 我听后 心中五味杂陈 说不清是庆幸 还是愧疚 当即删了自己一把掌 幼楚一个人 经历了生死的拉扯 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治疗和康复 到现在都能痊愈 在他失忆后 独自在这个变得陌生的世界上 艰难之城时 我竟然对着一张 跟他相似的脸 呵护被枕 从前没能给幼楚的 这些年都给了脸无烟 我甚至没有勇气 再次出现在幼楚面前了 可张灵说 他话里话外试探了一下 沈幼楚其实是不排斥恋爱的 身边也不乏追求 但他始终没有遇到有感觉的 不想将就 或许我还有机会 我不想再失去他了 既然幼楚忘记了过去 那我就以陌生人的身份 再次出现在他的生命里 重新与他相爱 我确信 自己仍旧深爱着他 从未改变 张灵把我介绍给了幼楚 我把第一次见面的地点 选在当初的高中校园 是你 幼楚惊讶过后 不由笑了 你的手机修好了吗 我努力克制住 想要拥抱他的冲动 拿出手机灰了灰 可是画了一遍 照片什么的都没有了 不过 手机修好了 照片也可以再拍 我轻声说着 顺便打开摄像头 拍下了幼楚 有些发愣的样子 身后是高中校园里 那片生长多年的银杏 还有我们的18岁 记忆丢失了 但我们的故事 可以继续写下去 幼楚看着照片 神思有些飘渺 我在这个位置拍过照 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是谁帮我拍的 我把照片发给他 那就当是我吧 毕业那天 我用借来的相机 替幼楚拍了 跟校园的合影 那天他剪了一片 青绿的银杏叶送给我 要我将来还给他 一束手捧花 如今实质深秋 叶片已然泛黄 坐在大理堂门口的台阶上 我跟幼楚闲聊着 顺手捡起一把银杏叶 见你发绳意用 幼楚含笑递给我 乌黑的发丝散落下来 像急了五年前 他是穿订婚气袍时 歪头问我好不好看的模样 我用他的发绳 将银杏叶 传成的小花扎紧 递了过去 小小心意 不成敬意 黄色的叶片 被阳光一映 几乎泛起金色 饶氏如此 却比不上幼楚 清亮的眸子动人 这么熟练 时先生 你红女孩子 倒是蛮有一套 说吧 我是第几个了 幼楚接过小花 半开玩笑地说着 我的目光落在他手中的花上 忽然不合时宜地想起 跟柳如烟订婚那天 伊藤城送来的那树黄玫瑰 如果幼楚知道 我跟别人定过婚 我忽然有些慌乱 幼楚见我卡壳 忽然笑 他说 张玲已经把我的事 跟他说了的打开 一开始他的确是介意的 答应跟我见面 不过是为了顾全领导的面子 没想到会是我 更没想到 跟我这个陌生人待了一会儿 竟难得不觉得尴尬 时先生 你知道的 我失忆了 但不知为什么 我看到你总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我们以前见过吗 幼楚疑惑地打量着我 眉眼温柔 我却不敢直视 没有吧 或许是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打过照面 我不记得了 我有些心虚不安 既盼着幼楚记起我 又担心 他记起我 幼楚没有再深究下去 他的头又有些痛了 幼楚再次回到了我的生活里 陌生又熟悉 我像是被封在海底的鱼 忽然破冰而出 重获新生 从那天起 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 我都给了幼楚 是深爱 也是亏钱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才能弥补万一 只能尽我所能去陪他 照顾他 想方设法地逗他开心 或许是缘分未尽吧 我们之间的感情 迅速地升温 有时候我甚至会想 如果当初我没有把时间 花在柳如烟身上 是不是就能早一点 跟幼楚重逃 错失的这五年 是不是上仓 对我荒唐举动的惩罚 那天在医院时 给柳如烟发的信息 他并没有回复 可能他已经跟一腾城 举案齐眉 不会再出现我的生活里 我也不会再联系他了 幼楚的记忆 始终没有恢复 但自从跟我在一起后 我时常带他去 我们从前常去的弟弟 他总会觉得似曾相识 说跟我在一起时 会让他觉得莫名心安 有种从未有过的归属感 幼楚欲加依赖我了 渐渐的 我们又回到了 当初互相依偎的人 彼此都没有亲人的我们 把对方当成了最重要的人 半年后 他的抑郁症和焦虑症 都彻底痊愈 我们住在了一起 再也没有失明目 结婚的事被提上了日程 十个多年 我再一次带着幼楚 走进了礼服馆 欣喜异常 却又心有余悸 往事历历在目 我生怕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再次被打碎 直到幼楚穿着一袭白纱 出现在我眼前 我恍然觉得这五年的空白 仿佛一下子被填满了 我想给幼楚一个惊喜 于是趁他时装的间隙 去隔壁商场的珠宝店 为他选了一名钻剑 回去的路上 我在心里盘算着 该如何求婚 丝绒质地的首饰盒 钻在掌心 被汗水浸得如是 我从未如此激动和紧张过 这没钻剑 我已经欠了幼楚太久 他一定会喜欢的 我满怀期待地回到礼服馆 还没来得及拿出钻剑 手机忽然响了 是柳如烟 这个名字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我的脑海中 以至于我都愣了一下 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我有些不安地看一眼幼楚 他尚不知何事 只是笑着问我 怎么不接电话 铃声执着地想着 像是在逼迫 幼楚从来没有问过 有关前任的事 即便他知道我曾帝国 而我也刻意地不愿提及 因为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解释 可现在柳如烟 在我准备求婚的时候 买了电话 或许在求婚之前 我应该坦诚这段往事 我接起了电话 为了一声后 就沉默 博达 我回国了 你说过会等我回来的 对吗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们结婚 好不好 柳如烟的声音 似乎带了些酒意 迷蒙而又沙哑 似乎哭过 手机的音量很大 房间里有安静的 幼楚正在涂口红的手 一下顿住了 我没想到柳如烟会说这些话 心中有很多疑惑 却没什么心思追问 柳如烟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要结婚了 你好自为之吧 柳如烟沉默了一秒 忽然情绪激动地 在手机内端喊起来 我不信 明明你爱我爱到骨子里 我答 你是在跟我赌气 是吗 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 我叹息一声 柳如烟 我们真的已经结束了 我已经有了未婚妻 我很爱她 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 我几乎有些慌乱 一口气说完 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幼楚的眼眶有些红 虽然唇边仍旧努力笑着 可眼中的恍惚不安 异于言表 我心中一痛 从小是去亲人 在孤儿院中长大的她 是最没有安全感的 我真是混账 搞出这些麻烦来 害人害己 幼楚仍旧没有追问我什么 我知道 她是不敢问 不想问 不想听到让自己难过的回答 所以始终选择逃避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柳如烟 却由不得她当鸵鸟 她果真是回国了 并且很快就找到了我 纵然早有准备 但我在看见她的那一刻 还是心惊不 她经受了很多 面色有些憔悴 仅仅半年多而已 她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 从前那个骄纵任性的柳如烟 如今像是长久 没有见到阳光的花草 虽然仍旧妆容精致 但眼中已经没了光 到底是在一起生活了五年的人 是当初让我从活死人的状态中 挣扎出来的精神支柱 我叹息一声 终究还是一妙 跟她在公司楼下的咖啡馆坐了下来 本想跟她坦诚地聊一聊 彻底做一个了断 没想到柳如烟刚一坐下 眼泪就掉了下来 卢达 我看到她了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我都知道 你是爱我的 否则你怎么会找一个 跟我那么像的女人结婚 卢达 我现在已经知道 这世上只有你是真的爱我 对我好 一腾称她我已经彻底死心了 卢达 我回来了 我愿意跟你结婚 我愿意跟你过一辈子 你就不要再守着一个替身 跟我赌气了 好不好 柳如烟一席话 说得我哑口无言 但要解释 却无从说起 总不好告诉她 过去这五年 我都是把她当成 幼楚的替身的 以她的性格 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 我叹了一口气 正想说什么 目光无意间往窗外一瞥 却看到幼楚不知何事 站在了那儿 正脸色苍白地看着我们 等我心慌意乱地奔出去后 幼楚已然摇摇欲坠 幼楚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扶住她的胳膊 手指不自觉地用力 她定定地看着柳如烟 先是惊异 记而古笑 博大 你不该骗我的 我以为你早已跟她一刀两断 才肯对你交付真心 没想到我只是一个替身而已 幼楚笑得愈发欺然 真希望我能再次失忆 把你忘记 柳如烟的目光中充满敌意 我回来了 你可以走了 幼楚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的替身 这些年来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我的话并没能说完 因为幼楚甩开了我的胳膊 刚后退了两步 就一头栽档 晕了过去 幼楚在医院昏离了三天 还是没醒 医生说 她身体的各项机能 都还算正常 头部也没有严重内伤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是醒不过来 或许是她的潜意识里 不愿醒来 可如果任由她长久的昏迷下去 恐怕会对大脑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到时候 怕是真的再也醒不过来了 精神心理科的陈主任 了解具体情况后 唏嘘故隐 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她一时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或许可以适当地 给她一些情绪刺激 或是由她素日 最依赖信任的人 日夜陪伴鼓励 她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熬了三天三夜 嗓音也变得甘哑难听 不能确定 试试看吧 陈主任微微叹息 我坐在病床旁 握紧了幼楚的手 不敢离开半边 生怕一个错言 就再次失去了 幼楚 你迟迟不愿意醒来 是因为在怨我吗 这半年多以来 我只顾着感受 失而复得的幸福 面对幼楚的母子疑惑 我刻意选择了逃避 是我的荒唐 我的隐瞒 我的微微缩缩 击溃了幼楚 不论幼楚能不能醒过来 我都将永远陪着她 她睡着 我照顾她一辈子 她醒来 即便不能原谅我 我也将永远守护她 我已经错失了五年 不能再错失一辈子 在医院这几天 柳如烟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 第五天的时候 她出现在医院 博达 我有话跟你说 我握着幼楚的手 并没有松开半分 对不起 我现在没有时间 柳如烟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开始讲述 她去纽约后发生的事情 我所料不错 依腾诚不过是一时战有欲发作 看不得一向围着她转的柳如烟 忽然跟别人订婚 才留下了那句话 柳如烟刚到纽约时 依腾诚对她还算不错 可仅仅过了两个月就腻了 又渐渐回到了当初 呼冷呼热的态度 柳如烟起初还能隐忍 可后来 依腾诚直接将女人带回了住处 当着她的面调情 还说柳如烟心胸狭窄 她说 为了依腾诚 放弃了一段完美的婚姻 可依腾诚却说 她从来没说过会娶她 不过是作为朋友 邀请她去国外度假而已 博达 我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她用祈求的声音问道 一如当初在机场 我要求她别走 对不起 柳如烟 从一开始都是我的错 当初我以为又出死了 我也活不下去了 直到我看见了你 你长得实在太像她了 我终于坦诚地说出了真相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连眼泪都仿佛将冷在眼眶 而此刻 又出身上的仪器 发出了急促的提醒 幼烟醒啊 从抢救室中被推出来后 她的精神已经恢复了好些 目光成明地望着忐忑的我 微微叹了一口气 我都想起来了 博达 这五年来 你都做了些什么喘事啊 我心痛如脚 哑口无言 我单膝跪在病床前 祈求幼烟能够原谅我 阴差阳错 怪只怪 造化弄人 原来 当年火灾发生时 幼烟正好在二楼找东西 并没有跟其他雏娘在一起 可火势迅速 当她发觉不对跑出房间时 发现楼梯口早就被火蛇吞噬 楼下更是成了一片火海 浓烟呛得她睁不开眼 又无路可退 只能狠心从二楼窗口一跃而下 她掉在火石边缘 后脑勺当即撞出了鲜血 挣扎之间 右边半个身子都被火撩到了 求生的本能 让她撑着最后一丝气力往外爬 颈尖的项链 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刮断 她爬到了孤儿院后门的路边 被好心人发现 送进了医院 那时 她已经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 就发现自己浑身缠着绷带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先前的记忆荡然无存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而先前的行李箱 也因为顺手放在厨房 早就被烧得干干净净 所有跟往事有关的东西 都消失了 还好身份证 一直在口袋里没有丢失 可等她出院后 沿着这点信息查下去 才知道自己是个锅 而孤儿院突发大火的事 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 于是另签了新纸 从前的孤儿院已经荒废了 幼楚只得努力适应 这个对她而言陌生的世界 重新开始找工作 生活下去 五年后与我相遇 一见如故 却又在最幸福的时候 被柳如烟的出现 打破了瓶颈 她知道我曾订婚 也知道我遭遇背叛 但没想到柳如烟 跟她长得如此相似 她以为自己欲人不输 只是个替身而已 一时绝望 她晕厥过去 而我在病床前说的那些话 她都听见了 我想见一见她 幼楚眼神中 有着莫名的迫切 我担心柳如烟会刺激到幼楚 一时迟疑 却拗不过她的坚持 值得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她来得很快 可她一出现 却让我后悔万分 因为柳如烟穿了一袭白婚纱 戴上了当初订婚时 她不曾带着钻戒 就这么忙在众目睽睽之下 走进了病房 伯达 这次换我向你求婚 柳如烟打开一个首饰盒 因为男士钻戒 被灯光印得有些刺意 亲密 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想失去你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她眼角映然忍着泪 拎起裙摆 单膝跪在我面前 抬眼看着我 像在仰望着 就踏于水火的天神 对不起 我一开目光 握紧了幼楚的手 我的爱人回来了 不 你是我的 是我的 柳如烟的情绪愈发崩溃 她伸手攥住我的手臂 眼泪滚落下来 见我无动于衷 又将愿度的目光投向幼楚 她晃着手上那枚钻戒 似笑非笑 嗓音见了一个表示 我早已给她买过婚件 带她见过秘密 举行过订婚一事 她才是我的未婚妻 现在也该是我的妻子 沈幼楚 你凭什么 柳如烟声嘶力竭地质问着 壮若丰富 我皱眉 担忧地看一眼幼楚 幼楚却并不愤怒 只是定定地看着柳如烟 有些出神 扮向她才开口 柳如烟 你是孤儿吗 此言一出 我跟柳如烟都愣住了 幼楚莫不是伤心的傻了 柳如烟的父母 跟伊藤诚家是世交 虽然在她十八岁那年 就已经去世 但柳如烟从小也是 被锦衣玉石捧大的 还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幼楚 你在说什么 柳如烟她不是 我关切地看着幼楚 时刻留意她的精神状态 你怎么知道 柳如烟插着声音开口 这件事 连伊藤诚都不知道 我大为震惊 不可置信地看向幼楚 她唇边仿佛在笑着 目光中却满是无法言书的悲伤 我大 你记不记得 我小时候跟你说过 我还有个妹妹 被人领养了 心头仿佛有炸雷落下 我脑中轰然一声 柳如烟是幼楚的妹妹 这怎么可能呢 我只记得我妹妹眼下 有一颗红痣 跟你在同样的位置 幼楚支撑着身体坐起来 你愿不愿意 跟我做个鉴定 柳如烟手中的首饰和调 整个人也无力地瘫坐下来 而我并没有比柳如烟好很多 我竟然将幼楚的妹妹 当成替身 在一起五年 柳如烟签署了 亲缘关系 鉴定知情书 一周后 结果出来了 柳如烟和幼楚 的确是姐妹 而还有一件事 也同时被检测了出来 柳如烟怀孕了 已经快两个月 柳如烟像是离开了土壤的鲜花 消沉下去 她已经知道了所有的故事 明白此生跟我已经毫无可能 虽然这些年都没跟幼楚见过面 可要跟亲生姐妹 争抢一个本就不爱自己的男人 这种事她也做不出来 我对她的愧疚更深了 可柳如烟说 她不恨我 至少那些年 我是真的对她好 如果不是她心有旁骛 临阵脱逃 恐怕现在早已跟我结婚 肚子里说不定是我的孩子 事到如今 她只能认命 这个孩子 你预备怎么办 幼楚有些心疼的 看着这个并不亲密的妹妹 你会去找她吗 柳如烟苦笑着摇摇头 没必要了 我该重新开始生活了 她久久地望着幼楚 终究还是没能喊一声姐姐 难怪从前我总觉得 博达看着我的眼神有些飘渺 原来真的是透过我在看别人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我也该醒了 柳如烟把当初那枚钻戒 放进幼楚手心 这本该属于你的 她很快预约了流产手术 打掉了那个不合时宜的孩子 幼楚带了自己炖的汤去医院 看她时 发现她已经不告二绵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而我跟幼楚 我始终没有勇气 拿出先前准备好的钻戒 我甚至不敢问她 能不能原谅我 直到某天 幼楚站在夕阳下 把柳如烟的钻戒 装进盒子收好 我答 你得给我买个新的才行 她笑得温柔 隐约带了几分苦涩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两眼已经满失灵 我跌跌撞撞地冲进卧室 把那枚早就准备好的钻戒拿出来 曾在心底酝酿过无数次的话 此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举着钻戒 会在幼楚面前泪流满面 夕阳勾勒着她的身影 恍若神明 她戴上了钻戒 笑得眼睛都红了 我紧紧抱住了她 像抱着失而复得的宝物 我本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可幼楚再次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我爱你 我也是